台湾创伤部的这个医学部组织医师曾玉慈遭到酒驾男子撞死 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公愤 在社会上目前掀起了一股烦酒驾的风潮 有业游的民众呢 为了防止一名酒驾男子肇事 号召了一大群朋友 他们用肉身去阻挡这名男子的去处 建议有为让人佩服 十多人浩浩荡荡走过马路 阵仗好吓人 用肉身挡下即将开走的一辆轿车 结果民众有闻到他有酒味 然后稍微就跟他质疑说 你是不是酒后开车 结果该民众想说 那他就想要上车赶快要开车走 别以为他们是在闹事 其实他们是在夜游 看到有人酒驾见义勇为 阻挡可能发生的意外 这些民众想说不能让他开车 要不然太危险 也会造成别人或他自己的危险 所以就是说请他不要开车离去 核心男子二号凌晨和友人欢聚 原本准备开车回家 途中到便利超商买烟 结果道路被夜游群众挡住 下车破口大骂 民众看他全身散发酒味 担心酒驾肇事 除了报警还号召现场朋友 一起用身体挡住车的去路 用力 警方到场后 对这名核心男子做酒册 酒册值近达0.76 被一公共危险移送 而这群夜游民众 挡下可能的肇事悲剧 连远警都对他们的举动 竖起大拇指 周姻黄主华许中颖桃园采访报道